2. 大公報 上海書展圖書如十五萬種 2015年7月27日文化 B.01大公報信 記者楊南上海報導 由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上海市政府主辦 上海市委宣傳部和上海市新聞出版局承辦 上海市政安區政府協辦的2015上海書展 本期書鄉中國上海州 入前舉行首場新聞發布會 上海市新聞出版局局長徐景介紹了籌備情況 本屆書展將於今年8月19日至25日舉行 2萬多平方米的主會場設在上海展覽中心 參展出版單位五百余加 參展圖書超過十五萬種 書展同期閱讀文化活動余七百場 介紹近千位中外作家、學者、各界名人將會聚新成 參展單位五百余加 今年上海書展已是第十二屆 主題依然是《我愛讀書》、《我愛生活》 十餘年來 上海書展唱到全民閱讀 推廣閱讀是一種生活方式的理念 成為與上海國際文化大都市相匹配的重大文化活動品牌 目前書展招展已順利完成 主賓省江西出版展團將規五千余種精品出版物 眾多作家和文化藝術計名人亮相 中國出版集團將組織旗下所有四十一家出版單位 以三百余人的大型展團 四千多種最新品種 六十多場活動的創紀錄規模參展 並牽頭主辦中國主題出版論壇 與此同時 內地學術出版三大專業聯合體 全國古籍出版社聯合體 全國經濟出版社聯合體 全國法律出版社聯合體 繼續以強大陣容參展 另一支出版國家隊中國科技出版傳媒集團和全國人民出版社聯合體 將繼續在上海書展設立大型展區集中陳列推廣 主辦方透露 本屆書展的展館報局將主要包括 主題展示館 主賓省江西出版館 中國出版集團館 各省市出版館 世紀出版館 上海高校出版館 民視中國館 環球影音世界館 進口圖書館 中國台灣地區圖書專題館等 多國作家聚會交流上海書展的圖書展示 閱讀推介活動確定了三個重點 一是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展示四個全面戰略佈局 研究中國發展道路等的主題圖書 二是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 其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七十週年的圖書 三是探討國內外創新驅動發展的抗例 《規略和趨勢的圖書》 與此同時 今年上海書展環將進一步增加國際元素 世界最大圖書出版機構之一的 《企我蘭登書屋》將首次參展 書展同期的上海國際文學周易籌備順利 將迎來西班牙作家恩呂赫 比賴 馬塔斯 美國華裔作家任碧蓮 奧地利小說家 劇作家彼得 漢德克等重量級嘉賓 已在東方 討論文學與景下東西方的交流 與互動為主題的國際論壇將成為熱點 外爾·麥克蘭駐華大使館和駐戶總領館將在書展期間舉辦 外爾蘭文學翻譯獎頒獎儀式 今年上海書展將加大數字閱讀愛用比重 集中展示各種認識的數字出版物 世紀出版集團推出數字出版館 呈現電子閱覽室 圖書導購系統 逆應用等 首次人進中國目前最大的互聯網音頻讀物分享平台 喜馬拉雅 全球最大電子書供應商 亞馬遜網上書店現場設展 的本人攜手各大出版機構 讓讀者現場體驗先頂單 後人察的全新案需出版模式